怎么一样好吃呢 原来是因为我的胃口服 亲自喂我吃的呀 到齐了 爷爷 这些呀 都是我让人亲自 从日本空运过来的 顶级时代 对你身体特别好 你来尝尝 好 现在一家人都齐了 这才是假的感觉 我刚发现 这三文鱼里边 怎么混入一个红嘴鱼 进口的跟国产的 就是不一样 是吧 杉杉 家宴不是月染姐 亲自操办的吗 怎么还会出现 这种低级错误 也不知道这些下人 是怎么办事的 有人混进去呀 还得亲自让我 把她挑出来 你懂得吧 杉杉 承轩 我想吃红嘴鱼 你的� تcro沙 是 不是 你 虽然 我 你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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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奇怪 怎么也要好吃呢 原来 因为我的温宝夫 竟子都为我吃的呀 饮够了没 炸不到他了 是他先挑衅的 您跟吻他眼睛 爷 你看 珊珊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调皮 珊珊 我记得你小时候特别挑食啊 是吗 当时啊 你特别不懂事 因为吃的咱俩还打过价呢 你记得吗 不记得了 怎么会不记得呀 你身上还留了一道疤呢 爷爷 这个好吃 您尝尝 哎 好 为了这件事你整整哭了三天 你怎么会不记得呀 珊珊走就太久了 不记得一身正常 不记得也可以啊 那个疤总在吧 脱下来看看 哎 胡闹 没有胡闹 爷爷啊 他走就那么久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你不能因为他长得像 婶婶就一点也不怀疑吗 爷爷 婶婶是我带回来的 我可以带她走 省她总是别怀疑 赶紧走 你不认识 站住 我的 沈月然 月然姐 小时候你就总欺负我 现在长大了 你还给我难堪 不是爷爷 我的是 好了 月 月然 你去休息吧 这种事情 我不想再有下一次了 没事 涉涉 今天是爷爷想得不够周趣 我给你跟程轩准备了礼物 还有什么事 这里是哪儿呢 我会遏